我问王家尔吧 为什么姐 问你 我想问你 问点厉害 想个厉害的 你为什么一点辣都吃不了 滑掉 滑掉 散会 散会睡觉 再闻一个 再闻一个 你们把我说困了 这个问题一点没意思 好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女朋友吗 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 他就想问这种 哦真的 我现在没有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我 喜欢 没有一个类型就 我觉得可以的话就 合适的话就 ok 这么随便呀 对 你谈过几个呀之前 我第一个谈过的时候 然后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白人 后面呢 然后就 就谈了四五个吧 后面两个皮肤是什么颜色 皮肤就也没什么颜色 肉色肉色肉色 但是 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你有感觉呢 我就不知道 就那个感觉就 感觉来了 没有说是长头发 短头发 没头发 就没有 没有说 是哪一种 他都可以 感觉 我都可以了 感觉真的 靳姐问的问题不困了吧 靳姐 靳姐的问题好 好 何岁 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类型 类型 不 靳姐 你要这样问 何岁姐就是 现在这个裙子里面 你觉得谁是 最理想的标准 就是点一个人 蒙玉儿 你太适合 当主持人了 救一下我 救一下我 她说救一下她 那你就从他们几个选一个呗 你不是救一下你吗 你快选 啊 这个我 哎真的挺难选的 又没有叫你结婚 现在 不是 不是那 那让他们男生反过来好了 就说的多简单似的 赵英俊 这堆女的你选一个 快点 何岁 何岁 我选田姐 好 戴军 好 戴军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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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真爱 该你了 王源 我问杨丽姐 杨丽姐为什么你现在到现在不唱歌了 就是你现在 就就什么画画 然后做自己喜欢 为什么 为什么不当歌手 为什么不唱歌 其实在唱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我思考到一个心就是 真的 就真的大家以为我没有在唱了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很心酸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做饭 我很喜欢画画 对 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我最重要去的地方还是舞台上 我觉得 我后来我自己设计我自己的舞台 因为我学会了画画 然后我现在喜欢做饭 因为我因为我喜欢做饭 结交到了很多音乐的朋友 他们喜欢吃我做的饭 一事就帮我写歌 这些朋友都有 所以我就发现最后 还是回到唱歌这件事情上 还是回到音乐 对 然后我也开始学着写歌 所以 我也在努力 从各个方面 但所有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想要再回到台上唱歌 希望下次你看我的朋友圈 我是发新歌 好不好 好 问得好 好 问得好 答得好 好 姐姐们 回府 回府睡觉去 枕头 我给你带了 洗干净的 你试着这个枕头 我反正我这几年 一直睡这个枕头 是吗 就是可能对于正常人来说 都会觉得太薄了 我就是那种 必须要薄到不能薄 再薄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都很少遇到 人是跟我一样 能睡这种特别薄的 这个是巨薄 太好了 就是我喜欢的男生 都是那种阳光的 就是风风风风风 然后思想很单纯 直着 然后不管 我爱出这种男生 是不是有活不叫 我也想到我去选 那男生 喜欢我选择的 我觉得一个男人 超级有智慧 然后超级幽默 然后又很有才华 就是他又为人很低调 就是我很喜欢男生 不是炸嘎不肤的那种 哦 所有的内在的东西 可以让我多严调 去处理